你是不是對於學習外文還是很困擾 你是不是對於找不到好的練習方式困擾 像我自己有時候跟合作廠商來的文件 就都是英文產品介紹 或是比較新的科技技術也都是非中文的 看是看得懂但是閱讀速度就慢了 那我的工作週期就長了 效率不好 但是就在前陣子我遇到了 它! 沉浸式翻譯 超強軟體 大家好 這也是TechTeller科技說你的科技面前 我是River 讓我來分析介紹這個沉浸式翻譯怎麼使用吧 那想用3C科技提供你的生活品質嗎 記得先訂閱TechTeller科技說喔 沉浸式翻譯呢可以翻譯網頁 PDF的文字 然後YouTube的愛奇異Netflix的字幕也都支援 那要怎麼使用呢 我們先打開這瀏覽器 我們以這個Google先搜尋這個沉浸式翻譯 沉浸式翻譯 點進去之後呢我們直接點選它的官網第二個 點進去之後呢它會分為瀏覽器的和手機的 可以理解為這個電腦端和行動端 我們今天會以介紹電腦端的Chrome為主 像我現在是使用這個Chrome 你可以點選這個Chrome擴充 它就會自動跳到Chrome的線上應用程式商店 然後我們直接點選這個加到Chrome就可以了 那我已經安裝成功了 它這邊就會顯示說從Chrome中移除 那在成功安裝之後呢 後面也會介紹到 一般的翻譯服務外 也會介紹Pro會員和一般會員的差異 在開始使用之前呢 我們會先選擇你要什麼翻譯系統幫你翻譯 剛剛的安裝步驟完成後呢 它會常駐在你的瀏覽器的右邊 那滑鼠移過去之後呢點選這個設定 這邊可以設定要用什麼語言翻譯成什麼語言 那我這邊就設定成我要自動偵測 然後我要統一翻譯成這個 繁體中文 點進設定內的這個翻譯服務啊 我們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邊總共有16種翻譯服務 你可以看選擇你要微軟的 還是要Google的 還是說Pro會員才有Deep L和OpenAI等等 那這麼多看起來都很厲害 我要怎麼選呢 這邊右上角一個叫做線上對比翻譯服務 點進來之後呢 它會把你剛剛有勾選的翻譯進行對比 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哪一個翻譯系統更合你啦 第一個網頁 你可以設定呢 是否總是翻譯該網站 還是不翻譯 我們以CNN為例 你把這個選項這樣子打開後呢 它就會直接預設直接翻譯 下面呢這邊設定有一個叫做 滑鼠指標滑過 那它就是說可以讓你的滑鼠移過去的地方 再幫你翻譯就好了 那這邊打開呢 可以選擇你是要Ctrl 還是Shift 或是Alt才翻譯 或是移過去就翻譯 那我自己是習慣按住Ctrl才翻譯 那我這邊把它打開之後呢 譬如說這個字我不知道 那我就滑鼠移過去按下Ctrl 它就會留下原文跟這個翻譯過後的 因為我只需要看到不懂的 我再翻譯就好了 在還沒有使用這個沉浸式翻譯前呢 我大多是使用內建的Google翻譯 那跟內建的Google翻譯差別在哪呢 我們以CNN來說好了 如果你點選這個翻譯 我們翻譯成中文 它會翻譯整個頁面 而且這個有些網站的UI頁面做的不一定很好 翻譯完的排版可能會超亂 再來有些東西我又不需要它翻譯對吧 但如果你只有單字的翻譯啊 你可以選起來然後點選翻譯 但這樣就很麻煩 沉浸式翻譯呢 我現在先把它關掉 沉浸式翻譯呢 翻譯之後呢 它可以去同時保留你原本的文字 你可以對照說 原來這個字是這個意思 想順便學習語言啊 或是懶得學習語言的人 都會喜歡這個工具 第二個是影片字幕 舉例YouTube 像我有時候會看這個NKBHD 它會有這個CC字幕 YouTube它會顯示英文字幕 然後或者是說你可以翻譯成 你要翻譯的這個語言 但通常都翻得不盡人意 這時候你可以發現 影片的下面有一個這個 雙語字幕的按鈕 點選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說你是要 自動開啟還是說僅次這次開啟 或不自動開啟 或是不再顯示這塊結鍵 那相比YouTube內建的翻譯的好處是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翻譯系統 而且它還可以取代另一個擴充功能 YouTube雙字幕 你在看影片的時候呢 它可以同時保留原文 加翻譯後的語言兩種可以對比 愛奇藝跟Netflix的話也都有支援 跟YouTube的設計意思是一樣的 可以選擇自動開啟或是關閉 那只是因為我沒有買愛奇藝會員 像我現在看到愛奇藝會員的 我點選這個雙語字幕 雙語字幕 我點選不自動呢 它就會重新 再跑那個影片 讀取會員 跑廣告 所以沒有買的朋友呢 建議有需要用到呢 就常駐自動開啟吧 字幕的部分呢 也有支援到100多種語言 同時可以雙語字幕顯示 這也是市面上比較少見的翻譯系統 第三個輸入文字 假設我今天要Google東西 那我不知道它的英文是什麼 我就可以輸入中文 譬如說 廁所 那輸入完記得先不要按下Enter 快速按下三下空白鍵 欸 它就會翻譯成這個英文 那你第一次使用呢 它會跳出這個 輸入框翻譯提示 選擇繼續啟用輸入框翻譯就可以了 這個翻譯呢 可以在網頁的搜尋 對話都可以 如果要修改翻譯的語言呢 可以找到這個 設定裡面 我們點選選項 然後這邊有個叫做 輸入框增強 找到設定的 輸入框增強 這邊有一個 預設目標語言 總共支援100種語言 而且最猛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往下看 它支援這個 例如 吃飯 我們打吃飯 它就變食飯 那喝酒 我們打喝酒 它就變成飲酒 那 再來就是 車 坐車好了 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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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變成乘車 很特別啦 我第一次看到 可能對中文系的學生在寫 做我會很好用吧 我不確定 不敢亂說 第四 文件電子書翻譯 點選這個 浮動視窗 然後這邊下面會有一個 PDF電子書翻譯服務 點選之後呢 可以把你的文件丟進去讓它翻譯 那總共支援6種文件格式 如果是比較複雜的PDF文件啊 像我可能有很多專業術語的 學術論文 或是有複雜的表格 圖像的檔案 也可以用這個 PDF PRO 去翻譯 但需要注意 PDF PRO只有100頁的扣檔 用完是需要再另外加購 像我找到這本 My Life on the Plants 丟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顯示 原文和翻譯後的文字 非常方便閱讀 丟進去之後呢 可以選擇用哪個翻譯服務 去做翻譯 那我的帳號是PRO等級的 我用Google翻譯 和Deep L 去做對比發現 Google翻譯呢 偏向積翻 Deep L更像是人去翻譯的 我們舉例這個 Transcriber's Note 我們先用Google翻譯給大家看 它會寫說叫做 抄寫員被注 我們換成這個Deep L翻譯啊 會發現這一段它會翻譯成 疼寫者注釋 是不是感覺就不一樣了 更有那種真人翻譯的文學氣息 那這個文件翻譯完了 對吧 你還可以把它會成一份 這個有雙語的電子書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 會出為html 這樣就可以在你的手機平板 或是傳給其他人閱讀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雙語電子書功能 以前都要苦等這個中文出版商發行 現在呢只要看到有興趣的外文書啊 馬上一鍵翻譯成雙語對照版本 就可以在電腦或是iPad閱讀了 既然講到Pro版會員 那我們來說說Pro版會員的優勢 如果你有購買Pro版會員 你才可以調動所謂的 OpenAI和Deep L這兩個系統 針對一些比較難的外文PDF 可以有更好的翻譯效果 就像前面我分享的 Google翻譯跟Deep L翻譯的差異 價格方面呢你可以看到 沉浸式翻譯這邊有一個價格 它會告訴你 有連續包月的是一個月309元 和包年的一年是3199元 如果說你很常需要跟國外的客戶廠商去對接翻譯 閱讀大量文件的話 這可以幫你省下非常多的工作時間 就讓我們再次興起炫耀人類的八別塔吧 那這個翻譯軟體各位覺得好用嗎 對你在生活或工作上有哪些實際可以幫助到你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和我分享 最後也別忘了幫這支影片按讚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See you 那River前面都是你自己在介紹功能 你覺得實際性的怎麼樣 可以簡單快速講一下嗎 因為這個軟體它 主要是空棉核心的 所以說我在Chrome或Edge 或火壺上面都可以使用 然後它的翻譯又很直觀 然後可以保留雙語 可以原文加義文 就真的很方便 整篇文的翻譯啊就不用說特別在找 找到底說 欸它譬如說翻譯中文嘛對不對 這段是中文 然後我就忘記原文是什麼 那它可以保留雙語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它這一段它是在翻哪一句 然後再來是比起這個Google的機翻啊 他們的TIP L更接近這個口語的翻譯 然後它又可以選擇說很多不同的 翻譯的系統 所以說你不會被侷限說你用Chrome就只能用Google翻譯 我是覺得在使用的體驗上和 可以用很多瀏覽器去做擴充的話很方便 我覺得那個雙語的真的還蠻好的 我覺得雙語真的有差 要不然每次翻譯我根本不知道原文叫什麼 Cheers